这是范围老师演的汉奸卧底 人们说,绝了,太绝了 一张笑盈盈的脸下藏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给大家看看他的五个不同的笑 还有第五面 这一段戏一定要细讲,因为范围老师演神了 这是老王卧底当汉奸几年后 被敌人发现真实身份的一场戏 这个时候,老王面对日军首领 再也没有恐惧的神态 而是抬着下巴直视对方的眼睛 日本人叫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老王回答 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 贼跟老王头说,老王头,老王头给我讲个故事吧 老王头说,我讲你奶的个腿 这就是第五面笑容 笑里藏着终于能够释放情绪的畅快 终于能够臭骂敌人的爽快 还有以笑泄恨的体面 更神的还在后面 日本人自我辩解到 他不是来偷的 而是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帮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 这下,老王是真的怒了 让俺们播破家王 这叫细秩序 到处的少杀强略 这叫公众权 明明是处手 冲后人 所以 注意这个动作 老王擦了一下眼睛 他流泪了 这不是示弱 而是他刚刚说 明明是畜生装什么人的时候 情绪极度激动 随后缓和下来的自然反应 如果你发过怒 你就知道 压抑的怒火 往往伴随着眼泪 细不细节 炸不炸裂 这只是一个先导片段而已 真正拍案叫绝的戏 还在《铁道英雄》的正片里 我想再聊聊范薇老师 他是少有的 为戏而生的演员 你知道他是沈阳人吗 但在《铁道英雄》 他全程说的都是山东话 或许改口音算不得什么 但你可知道 他转过三次行 他最初是一位相声演员 后来转行成了一名小品演员 他和赵本山合作的经典小品 想必很多人记得 后来 他改行成了喜剧演员 在很多喜剧电视剧和喜剧片中 留下过他的经典形象 但最令我佩服的 是他决心放下喜剧演员的剑术 开始做一个证剧演员 天知道这改变多难 一个有头有脸的喜剧演员 本就给人形成刻板印象 人们一看见你的脸就想笑 那谁愿意看你演证剧啊 喜剧软证剧 掌声没那么好拿 多年演喜剧的本能也要统统忘掉 吃力又不讨好 但范薇老师硬生生的扛了过来 以前很多人不看好他的选择 认为他失去了方向 但现在再看 范薇老师收获了什么 一是后继勃发的荣誉 二是更广的戏路 对于爱戏的范薇老师 他喜欢细细品味戏演绎戏的过程 这是如鱼得水戏的自由 三是余味 人生和电影都是以余味定输赢的 这是范薇老师很认可的一句话 而今天我们可以说 范薇老师的戏 余味绵长